孟家老祖立即双手结印,背后猛然出现一双宛如梦幻般的双翅,旋转之下,竟然能够将噩梦风暴抵挡在外。 孟家老祖望着不断身陷其中的方辰,眼中闪过一抹犹豫,最终无奈一探并没有出手相救,而是向着外面不断顿去。 噩梦风暴十分恐怖,哪怕是他一旦被纠缠久了也难以逃脱。 而且,他可不觉得方辰就这般会死,毕竟他是天命人,要是这般容易死也不可能走到今日。 方辰见到孟家老祖悄然离去也并不意外,毕竟对方是孟家老祖,不是孟妖。 见自己不断身陷其中,他只能想方设法自救。 奈何自己对梦境一道一窍不通,哪怕各种神通强悍,却也毫无办法。 该死! 方辰暗骂一声,心中无奈,但他没有慌乱,而是直接在风暴当中盘坐,将天道神魔谷催动到极致,寻找救命之法。 此风暴必定有活路,只是我并未发现而已。 多年来的生死经历让他能在时刻保持着冷静,寻找着渺茫的救命之机并掌握住。 只是这噩梦风暴确实如同孟家老祖所说,是第一天门最为危险的决定。 哪怕是方辰,此刻也是有些无可奈何。 只能在掌天灵、绝对幻境等宝物的庇护下减缓陷入中心位置的速度。 但就在这危机之时,猛然一道亮光闪烁,并从额头缓缓出现。 方辰一正,望了过去。 发生闪烁圣光的,正是赵师迈给他的圣皇的黄舍利。 这…… 方辰错愕,要知道这黄舍利他可不熟悉。 按理说,不可能出现在梦境之地才是。 但他却是自行出现了这里,怎么回事?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,黄舍利光芒一颤,一道巧影从中而出。 其容貌可爱中带有几分高傲,除了圣皇还能是谁? 我略个去。 方辰瞳孔微缩,一股不妙感涌上心头。 圣皇缓缓睁开眼睛,入目第一眼看到的便是方辰。 二人四目相对,一时间在这风暴当中显得格外寂静。 主人? 突然,圣皇娇滴滴地开口道。 方辰身躯一颤,难道眼前的圣皇并非是他的灵魂? 而是黄舍利当中存在的一丝神念。 可就在他这般认为时,圣皇双眸一转,细写道, 一位皇叫你主人,是不是很爽? 此话一出,刚刚还心安的方辰再读一锦。 他猜错了,眼前的圣皇压根就没有任何残缺, 死亡之后,他的灵魂通过不知名的秘术存活在舍利当中, 刚刚就是在玩他,如他所料。 圣皇早就预料到自己很有可能会死在树皇手中, 所以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。 知道骤婷打他尸体的主意,就偷偷在体内下骤, 想给骤婷一点教训。 在临死前,又通过秘术将自己封锁在黄舍利当中, 如此等自暴的时候,也能借助黄舍利的能力彻底烟消云散。 只是他没想到,黄舍利居然会被人在没有触发禁止的前提下拿了出来, 这才有了现在这般。 圣皇好! 方尘只能强行冷静下来,勉强露出一抹笑容。 圣皇上下打量着他,道,就是你毁了天珠。 当时方尘和楚慕方出现过,他自然记得方尘的模样。 见其突破到临海境,也就猜到就是这家伙借助他们天珠突破境界。 方尘本来以为圣皇会很愤怒, 却见他笑眯眯地盯着自己,好像并未生气, 这才暗松了口气。 尽管对方是灵魂状态,但终究是黄。 小看黄的存在,那就是找死。 他也知道瞒不过,于是老实地承认,是我。 实力不咋样,倒是有几分好胆。 他望了一眼四周,道, 小子,跟我合作一次怎么样? 什么合作? 方尘警惕起来,和黄的合作通常都不会有好事。 圣皇道,我保你平安,你送我入轮回。 如何?方尘一正,入轮回,就这般。 对于他人而言,送灵魂入黄泉是十分困难的, 但对于拥有轮回世界术的方尘来说,却是轻而易举。 可让他疑惑的是,按理说圣皇应该和其他的大能者一样, 为追求长生而让自己为他铸肉身材事。 尽管这会很困难,成功的几率极小, 但也是一次重生的大好机会。 但他却是一心求死,这是方尘没有想到的。 要知道,能够修炼到物神境三重这个境界, 可是十分难得,还是一代之皇。 圣皇无奈一叹,我不能复活, 一旦复活,必定会被树皇感应到,他会杀我的。 方尘道,可是你死的时候, 树皇当时可是很伤心。 圣皇冷笑,伤心又如何, 在绝对的权力面前,感情是感情。 我太了解他了,伤心是真,杀我也是真。 而且,我已经受够了那样的容貌, 一副长不大的样子。 活得越久,他就越是讨厌无法变化的身体。 不如重新轮回,如此还有重新登顶的机会, 对此他满是自信。 是吗?我倒是觉得很可爱啊。 方尘下意识道,圣皇目光冰冷, 道,你要是敢再说可爱二字, 那就去死。 方尘连忙闭嘴, 很明显可爱二字在圣皇认知中不是好词, 是羞辱。 圣皇冷冷说道, 赶紧说要不要合作, 不合作的话,我就退回去了, 你自求多福。 合作,当然合作。 如此的情况,方尘自然是不会拒绝, 不然命就没了。 而且轮回一道的话,他对自己还是很自信, 要是圣皇想要弄出什么手段, 他也能够通过轮回世界树底域。 圣皇冷哼,算你识趣。 说完他重新回到黄舍利当中, 同时,黄舍利爆发出的璀璨圣光, 将方尘笼罩其中。 圣皇, 你一直都在舍利当中看着一切吗? 要是真如此的话, 那他小塔的秘密岂不是暴露了? 圣皇冷冷说道, 你不用担心, 现实世界当中我无法离开黄舍利, 更是无法察觉外面到底是什么样子。 如果不是梦境之地, 他能够通过托梦般的方式出现, 否则他将永生永世被困在黄舍利当中, 再也无法入轮回。 他又继续道, 本来以为我会在尸体自爆后陨落, 却没想到居然落在你的手里。 我倒是很好奇, 你到底是怎么避开我层层禁止, 将我黄舍利拿到手的? 层层禁止, 尸体自爆。 方尘一正, 不过很快就明白了。 只怕是圣皇在这里的体内下了禁止, 谁敢乱动就会直接自爆。 而尸体落入赵师脉的手中, 他拿走了黄舍利, 将有问题的尸体带回骤庭。 你不知道, 圣皇见方尘的反应, 看了出来。 方尘点头, 我是道吕将你的黄舍利给我的, 然后将你尸体带走, 去了骤庭。 他应该也看出来了, 但还是带去了。 果然, 骤庭一直都打着尸体的主意。 圣皇冷笑, 道, 你那道吕知道尸体有问题, 还敢将我的黄舍利拿出来, 也真是个大胆的主。 也在此刻, 圣光彻底化作金顿, 将方尘彻底护住。 圣皇道, 好了, 可以出去了。 说完, 金顿包裹着方尘, 向着外面缓缓顿去。 风暴边缘, 孟家老祖即将脱困, 也是暗暗松口气。 哪怕是他也不敢侵蚀这噩梦风暴。 转头望向方尘所在的位置, 见他还没有出来, 他也不由得心中一紧。 这家伙, 不会真出不来了吧? 此刻他开始担忧起来, 难道他不是自己等的天命人吗? 而就在他将注意力都放在方尘那边时, 却是没有注意到一股狂暴的劲风猛然席卷而来, 猝不及防下他被狂风击中, 顿时临海震荡, 灵魂不稳。 也在他即将昏厥过去的时候, 余光瞥见一道圣光从方尘那边出现。 随后, 他也彻底地昏迷过去。 方尘自然也注意到在风暴边缘的孟家老祖, 见其昏厥即将被重新卷入中央位置。 尽管心中不愿救孟家老祖, 但孟瑶灵魂也在其中, 不得不救。 他来到孟家老祖身边, 将他也拉入圣盾当中, 向着外面去。 就在他即将离开噩梦风暴时, 孟家老祖却是猛然睁开眼睛。 但他望向方尘, 目光却是变了, 同时开口喊道, 方哥哥, 灵州上和你见面的不是我, 也不是孟家老祖, 我的身体里还有第三人, 他隐藏得很甚, 我和老祖都没有发现他, 你要小心。 听到这话, 方尘身躯一颤, 眼前之人明显就是孟瑶, 但这话是什么意思? 第三人, 孟瑶体内还有第三个灵魂, 而且连孟家老祖还不知道, 孟瑶,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? 他连忙问道, 孟瑶想要继续说些什么, 却是突然面露痛苦, 随后又昏厥了过去, 不管他怎么喊都喊不行。 桃糖酸, 十二B小于第1526章第三者, 方尘瞳孔微缩, 要是灵州上的人不是孟瑶, 那事情可就变得有些扑朔迷离了, 第三者是谁? 他的目的又是什么? 第三人? 圣皇听到这话也是颇为诧异, 这身体当中确实有三股灵魂气息, 各是完整的, 另外两个是残缺的, 这也是我刚刚能够感受的, 当他昏迷后我就又感受不到了。 很明显, 第三者不想让他多说出些什么来。 圣皇能够看出什么来吗? 方尘期待地问道, 圣皇见多识广, 或许能够看出一些端倪来。 圣皇却是摇头, 不能, 我现在就只剩下灵魂而已, 帮不了你什么。 方尘失望。 圣皇则是继续说道, 不过不管是谁, 他们的气息都十分相近, 但到底谁是谁, 只怕是神来了也便别不出来了, 你自求多福吧。 这里虽美, 但可不是什么好地方。 方尘闻言沉思, 只能先将梦瑶带出噩梦风暴, 来到一处安全的位置。 圣皇伸了身懒腰, 道, 好了, 我也困了, 等需要我的时候, 我会出现的, 先这样了。 至于这个人, 你最好是杀了, 从根源上解决问题。 说完他也不等方尘回复, 直接回到了黄舍利当中。 而舍利也顿入了方尘的脑袋当中, 消失不见。 方尘望着昏迷的梦瑶, 一时间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 杀人是不可能的, 毕竟杀了的话梦瑶也在里面。 况且, 这里可是梦境之地, 要是杀了外面, 或许会有什么危险, 也说不定。 而梦瑶也没有给他太多考虑的时间, 很快他柳眉微微一皱, 缓缓地睁开眼睛苏醒过来。 当看到方尘时, 那双眉眸中微微有些惊讶, 但很快就冷淡下来。 是梦家老祖, 不是梦瑶。 方尘立刻辨别出来, 梦家老祖缓缓起身, 道, 你居然能够自己出来, 倒还真有几分本事。 方尘并未回话, 而是望着他。 见方尘这般望着自己, 梦家老祖眉头紧锁, 问, 怎么了? 听到其回应, 压根就不知道刚刚梦瑶说的话, 也不知道自己体内还有第三者, 要是知道的话, 他应该会发现并解决才是。 毕竟依据身体当中有如此隐秘的存在, 随时都会被重新夺舍的可能。 方尘再度沉默, 随即摇头说道, 没事, 我们继续出发吧。 这让他心中颇为无奈, 梦瑶的身躯就有这么好吗? 这么多的人都要争。 梦家老祖也感觉到方尘异常, 而且还和自己有关。 他先是探查体内, 并未发现梦瑶灵魂和自身有任何问题, 不由得咒得更深。 不过他也并未多问, 对于自己的体内的情况把握, 还是很自信。 毕竟他可是梦家老祖, 是无尽宇宙的生灵。 于是他点头道, 行, 那就继续出发。 接下来, 你跟着我一起走, 不会有事的。 方尘默默点头, 他们继续前进, 路上危机依旧重重, 元素灵妖比梦家老祖所说的要多上数倍有余。 但梦家老祖不愧为梦到大能, 哪怕如此他依旧是游刃有余地躲过元素灵妖, 还有噩梦风暴。 而这一路方尘, 则是一直都在沉思着梦瑶体内的第三人到底是谁。 为什么他能够隐藏得如此之深, 连梦家老祖都无法发现? 又是怎么连自己都给欺骗过去? 还有他所说的解决梦家老祖的办法到底能不能信? 最重要的是, 做这一切的目的又是什么? 古怪, 实在是太古怪了, 让他不知该如何去想, 又该如何去做。 到了, 就在他不知该如何是好时, 梦家老祖猛然开口。 方尘抬头望去, 发现前方隐隐约约有着一座白玉大门展现在自己面前, 此门之高直冲天际, 其门上雕刻着复杂而又神秘的纹理, 像是妖兽、灵草、万灵难以辨认, 因为此门随时发生着变化, 就像是演变万灵万物, 神秘豪荡, 哪怕是见多识广的方尘, 一时间也被眼前的壮观天门给深深地震撼到。